這是螺絲鬆了嗎 在南投竹山的消防署訓練中心 之前才有影片外流 兩名義男口角竟然是直接怒摔椅子 還有人穿制服大條科目衫 甚至在宿舍裡面直接吞雲吐霧 如今竟然被發現 這些義男才抱到短短兩天 洗手間裡面就被堆滿了垃圾 這個髒亂不堪的環境 簡直是成了廢墟 男子一氣之下 將折疊椅摔在地上 兩名義男疑似因為撥椒爆發口角 一旁的人拉著他急忙勸架 衝突發生就在南投竹山消訓中心 不止有一男口角摔椅子 還有人找樂子自拍跳舞影片 po上網 穿著消防署紅色制服 擺動身軀大方跳起科目衫 一旁同僚嬉笑為觀 他們是來自各縣市的消防替代義男 集中到消訓中心做訓練 沒想到離譜行徑一樁接一樁 還有人在寢室內吞雲吐霧 如今又有網路影片瘋傳 消訓中心廁所簡直喊廢墟 沒兩樣 洗手台排水孔全被煙地 檳榔扎塞爆 小便斗上方一整排煙盒 甚至連廁所門板都被拆了 涉案亦難雖於本日分發 地方政府消防局 本署仍可分別追究其責任 既過處分不會少 隨著離譜影片曝光 也凸顯出消訓中心 內部管理警訓 鐵中部綜合報導 分享